一年多前曾经在网上宏积一时 出生于1995年的本名叫孔丽梅的雅典娜 已经消失很久了 手机长期处于关机状态 还传出不雅照片 大家好,我是顾尹琼博士 最近几年 很多人被当成猪仔卖到东南亚去 最近综合各地报道 有人在网上发文 晒出照片和影片 指出疑似在柬埔寨的娱乐场所 看见雅典娜的身影 画面中可以看见 疑似被安排做了手术的雅典娜 已经成为了当地的红牌66号 很多人认为雅典娜 已经被当地的诈骗集团控制 毕竟雅典娜脸蛋身材都很出众 在当地可以算是明星级的美女 但是我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毕竟祖国强大了 柬埔寨这种小地方应该不敢随便绑架我们的美女 我觉得有可能是半推半就 毕竟人都是需要赚钱谋生的 网红也是需要生存的